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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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过神君 景昭 你斩我青池宫长座 我伤你区区一个上仙 又有何不可 你是后池 不可能 后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 凤染拜见 后池上神 见过后池神君 拜见 此人拜见上神 方才你说我灵力低微 不足以做出决断 不不不 上神 我没有说过这话 我 我不知上神驾临 还请上神 看在天宫的份上 天宫 方才你口口声声说 我青池宫长座勾结妖族 这才一会儿 你便忘了 那是下君口出狂言 口出狂言 后池 凤染勾结妖族 证据确凿 今天就算你在这里 本殿也当将他绑回天宫问罪 是吗 是你们两个自己说 还是本殿替你们说 神君饶命 神君饶命 下君不敢妄言 这伤口 确实是青池宫伤的 你不要命了 你们怕什么 有本殿在 还由不得他颠倒黑白 此伤口并非妖族灵力所伤 不过是敷上了一种 令伤口变换的灵水罢了 清末 你的意思是 此灵水乃西海海底的换鱼鳞片所致 用非红花花蜜涂抹 方可让伤口变回原形 此花蜜大则腐常累 东华上君最习以此物服以查点 本君这便派人去取 是下君欺瞒上君 求神君饶命 你们两人还不从事招来 这伤口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 是我们自己 这两位小徒偷入清池宫盗取灵泉 被神君发现 神君看他们年幼未曾责罚 他们倒好 偷引灵泉也就罢了 现在还当着众神反咬一口 说我们清池宫勾结妖族 看来是二人丢了火山湖怕被责罚 所以边下谎言 你们敢骗我 我宰了你 别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 物归原主 伤神 这种小玩意儿 你要是喜欢的话 尽管拿去 我府上还有更好的 我也是一时不小心 才着了这两个兔崽子的刀 请伤神恕罪 他二人的责罚自是不能少 但你多次口出狂言 更是可恶 这个 因为你诋毁本君 这 是为你辱莫轻之功 这个 是你万年前在冤陵沼泽赐予凤然的背后一剑 上人饶命 上人饶命 请求上人赶在景阳打殿下的面子上 让我一字 景阳 本殿倒是忘了 在天宫还有三位殿下为你做靠山 若是本殿要罚你 就是天地 又能奈我何 后迟 你莫要欺人太甚 二哥 就是他 赏了我和紫园上军 这位是 二殿下 这位是青池宫的后池上神 原来是后池上神 不知景阳和紫园做了何事 让您如此成见 二哥 二殿下真是来得不早不晚 刚刚景阳使唤紫园 污蔑我们青池宫勾结妖族你不在 现在后池上神要教训这小人的时候 你倒来主持公道了 我 小神军言重了 您第一次来就遇到如此是非 是东华招待不中 让小神军受了委屈 景阳殿下 以今日紫园所为 不知九重天宫 与青池宫的万年交好 是否还有必要在手 请昭莽撞 紫园上军所为绝非天宫之意 还请上神不要误会 还请二殿下问一问天地 按照仙界的律法 该如何处置紫园上军 污池 你 上神放心 景阳定当将今日之事 向父神禀明 我们走 等等 下军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询问神军 不知神军可否一步后点 不可 青木 不不可